天主教香港教区中座处理通行书记 早前向神职人员发表加书 指港道的目的不是传达个人证件 不应该用含砂射影 或者煽动仇恨的言论 但今日仍然有神父在尼撒讲道政治 多明卫报道 通行书记星期五向神职人员发加书 说港道的目的不是传达个人观点 证件 目者要扮演先知角色 为正义和和平发声 认为含砂射影或者煽动仇恨 和引致社会动荡的诽谤和冒犯性言论 有违基督徒精神 在礼仪之中出现是绝不适当 信里面又说 今时今日的关键时刻 教友都想在礼仪之中 听到神父一些有建设性鼓励的说话 帮助他们安心 绝非透过侮辱性和挑衅性的表达方式可以达到 也不应该令教友在礼仪结束的时候 带着困惑和迷茫离开 没什么补充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宗教是政治终立的 来教堂 政治这些我觉得我不会在这里想的 天主教都是宣扬爱和和平的 政治我想也不要太深入地投讨 在汤汉书记发信之后的首个星期日 仍然有神父在黎洒的时候讲到政治 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早前也打算众筹在布章登广告 为颁布国安法后的民主发展祈祷 组织星期六在Facebook说 教区说支持信友为香港祈祷的善举 但是不赞成筹款方式和讨闻内容 决定终止委员会的筹款计划 有线电视记者 杜明外报道 一手掌握游线新闻